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部分自闭症的孩子 我们给他练了可能一年两年的时间 他已经非常好了 他也可以沟通了 然后和小朋友也会出现简单的交往 但是家里由于某种原因吧 这个孩子修了大概有十天再回来 完全就不是之前那个状态 然后我叫他名字 他也没有反应了 又跟刚来的时候是一样的水平 就是整个的老师们的挫败感也特别的强烈 我们觉得还是从内心来讲 不会放弃这个孩子 所以我们就是还要想办法 怎么样去给他做训练 然后能让他尽快的提升到之前的那个水平 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的艰难 老师在这等待是吗 那哥哥快点出来了 老师等待 加油 加油 因为很多时候跟他们说的指令呀 还有就是跟他们所表达的语言 他们都听不明白 就需要一遍两遍三遍 甚至更多遍的跟他重复重复再重复 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孩子们能拿眼睛看我一眼 然后跟我有个回应 或者说跟我打个招呼 跟我笑一下 我都觉得我这一天干的所有的活都值了 看见他们进步 真的就比看见自己家孩子成长还要开心 我有一个孩子 从他十个月来的时候给他训练 当时他连抬头都不会 到现在他已经两岁三个月了 然后可以走 可以跑 可以跳 然后可以跟我一起在这个屋子里面做游戏 就是这周二我给他上课的时候 他说 董老师我上到下周四 我就要全家搬到海淀去了 我会想你的 我会回来看你的 我觉得我特别开心 很幸福 能帮助更多的家长 更多孩子 也可以说帮助更多的家庭 我有一次打出租 一个出租车师傅都说你为什么要干这个工作 做这个工作你天天回家多烦呀 我说不是呀 我很开心呀 因为当看到孩子的进步 这就是我工作的一个成就感 那我就觉得通过我的工作 我的努力 确实帮到了这个孩子 帮到了这个家庭 孩子是每一个家庭的希望 都已经打开心呀 这么多的家庭的麻 starts 就算了 gibt 肯定是一个家庭的 肯定的幸福 是来不及的哎呀 吃多了